自从陆寒张艺兴回国后,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发展,且陆寒和张艺兴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好,颇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。但陆寒和张艺兴的互动也变得十分冷漠,甚至有说陆寒和张艺兴不和的谣言。 但在今晚巴沙明星慈善晚会,陆寒张艺兴眼神超默契,陆寒和张艺兴不和谣言不攻自破。但没想到昨晚,巴沙慈善晚宴刚结束巴沙的娱乐观伯就出事情了,转发的关于今晚慈善晚宴的微博,除了有关陆寒和张艺兴的,其他的全部被举报删除了。 不知道是不是触动了什么敏感词关键字的东西,包括转发的关于张若云、庞艺兴的,林心如和霍建华的等等,都被举报。 维尔没有被举报删除的就是关于张艺兴和陆寒的微博了,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?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 无语的是,可爱如赵丽颖的也被举报删除了,这绝对是要搞事情啊。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内情的小伙伴,道之一二。